花蓮圣安宫后殿的观音殿 因为历史悠久香火抵胜 神像及大殿的墙面都被香烟给熏黑了 从去年10月份进行整修 经过半年多的整修之后 庙方7月11号上午11点即时 举行了观音殿神像开光启用仪式 主委黄永玉感谢来自各界十方信众 康海乐均意诸金贝 让观音殿整修可以顺利圆满 宣刚宫观音殿已经有48年的历史香火抵胜 今年累月大殿被烟熏黑 再加上地震频传 庙方因此决定进行整修 经过超过半年的整修后 11号上午11点即时 举行了观音殿神像开光启用仪式 3 2 1 加油台 4 1 加油台 生安宫isk powers 新主已不 GRJ4都有 研究人之前 辭倍率 快笑 将市门 进行 圣安宮主委黃永玉表示 受到疫情影響 雖然參拜信眾銳減 不過時方善信大德慷慨樂捐 讓觀音店整修得以順利圓滿 我們頂二十月了 委員會通過後就開始 來丟到這項重要的項目 方便尋到 二月我們尋到這個議事 我們的劉佩祖和佩祥 說得怎麼樣 我們皇后我們冠罪無策 賣錢給我們比喻 這個時候我們的四方百點 尤其我們的副主委 最有感謝我們的委員 大家有錢的出錢有漏出漏 來跟觀賞這個項目做這個項目 來重做這個項目 所以我們要感謝 我們也要感謝我們的管政府 我們管長在這個疫情的當中 很關心我們信仰共 很關心我們信仰共 我們防守 我們要感謝我們 我們要感謝我們 全市的託戰 各國人的朋友 我們大家健安 大家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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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數進行整理 除了做細部的粉面作業之外 也因花蓮地震頻繁 強化大地內部結構 主委 主委黃永豫表示 新冠疫情趨緩之際 深安宮歡迎十方 信仲相親前往 深安宮求得母娘保佑 感受母娘慈悲 記者劉明信花蓮採訪報導